这两项翡翠手朵价值上千万 今天就给姐妹们开开眼欣赏一下 哇 姐妹们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的养眼 全部都是高货 不要着急 还有另一项人来 哇 真的是太惊艳了 这里边呢 全部都是收藏级别的 个顶个的都是天花板级的 随便给你们拿一条来 看一眼 冰飘花 非常的有特色 满圈的飘花非常的灵动 溶于种水当中 自带光感 双眼皮的效果 看到了吗 这只手朵现在还是毛胚状态 你可以想象一下 期货之后有多么的惊艳 腰紫色 而且还在飘花 这样的料子你们去市场 有没有见到过 条形也够厚实 做13乘13的胖圆条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再给你们看另一种 冰黄飘花 黄金圈口 满圈的冰黄飞 都是自带冰的 而且里边还有一些小碎花 这样的桌子既在黄飞又在飘花 太别了 这里你们看下一条 蜡蜜色 金丝阳绿 而且底子非常的细 相比这种种水桌呢 它种水指定是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呢 它的肉质也是非常细 剩在是色料呢 毕竟它是色货 色料 自带银光感 看到了吗 寒光四射 而且还带一点点菊花棉 太有意境了 咱买不起 咱可以看一看的 我这些技术的表演 再给你们看一个印象了 满圈子底 完全的划开 而且这个给你们看一下 肉质也是非常的细 可以做一个胖圆条 也是黄金圈口 加一个多细 太绝了 这一整套 行了 姐妹们 不能再看了 再靠谷你哈啥都要留地 今天呢 到过西场 就到这里了 你们最喜欢哪一条桌子 求您去告诉我 你нем识 Kolaj 你 你 你